女人为了复仇处心几率13年 这天她终于偷偷来到了财阀家的秘密仓库 里面摆满了大量的现金和金条 各种不同的受惠文件摆放的整整齐齐 艾拉一时慌了神 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就在她拿起一本账不认真翻看时 突然听到有人来了 艾拉无比惊慌 原来是允千回来了 她急忙带着多菲逃出了仓库 想要快速关上仓库大门 眼看脚步声越来越近 艾拉的内心更加的焦急 她现在不光害怕被发现 更害怕怎么去解释自己会出现在这里 允千那犀利的眼神仿佛像杀人一般 瞬间把多菲吓得尿了一裤子 幸好多亏了这孩子才帮艾拉捡回 但允千还是愤怒地让艾拉离开这里 艾拉回到家刚早下车 就看到恩平出现在她眼前 她是来提示艾拉允千是个危险人 让她以后要多加小心 但艾拉却不想理会 并让她快点离开 就在艾拉脱下外套时 刚好被恩平看到她后背的纹身 那个位置就是当年她受伤的地方 恩平立马确认她就是艾拉 她不明白一生都不能愈合的痛苦伤疤 为什么要让她更痛呢 艾拉却告诉她 恩平知道艾拉选择走的这条路太危险了 她想要阻止 但艾拉却明确警告她 听到艾拉坚定的态度 恩平也只好妥协 当初把你送到国外是因为没有能力守护你 现在却不同了 她现在已经有了守护艾拉的能力 艾拉看到恩平的离开 内心早已感动得无以复加 此时回到书房的允谦 突然想到艾拉慌张的神情 立马让她意识到哪里不对 一本没有放好的书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找到书中的那张报纸 上面是一则车祸新闻 死者正是允谦的母亲 而凶手竟然是她的父亲 原来允谦是保姆所生 由于出身卑贱 一旦被传出去允谦就不可能当选为会长 很显然她的秘密已被艾拉知道 但允谦并不知道的是 她和艾拉拥有相同的悲惨经历 而且早在几年前 他们还有过一面之缘